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继烈火军校后白鹿与徐凯为什么没有合作过 原因竟然是这样 在2019年的时候白鹿抠徐凯屁屁缝的视频冲上了热搜 这是在白鹿与徐凯拍烈火军校的时候 在流露出来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剪了短头发的白鹿用手狠狠揪了一下徐凯的屁股 徐凯也顺势对白鹿的行为进行了推挡 可是白鹿在见到对方扭捏的样子后 又再一次将手伸进了徐凯裤子的缝缝里 场面显得特别尴尬 也正是因为白鹿这一不雅举动 遭到了网友的谩骂 网友在骂完白鹿后感觉还不过瘾 又将矛头对准了于正 在评论区里说道 于正有病吧 这个动作若别的女艺人做早就被骂死了 真不知道说点啥了 于正面对网友的攻击 不甘委屈地发微博对白鹿进行了维护 并且还向徐凯的粉丝下了战书 说让两人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 被于正惹怒的粉丝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又对白鹿和于正发起了攻击 于是白鹿插足徐凯恋情的陈年三角恋 再次被粉丝搬到了大众眼前 好在这时的白鹿和徐凯还不算很红 所以这场热搜在当时也很快的就被公司压了下去 也是从这以后 白鹿和徐凯再也没有演过情侣档了 徐凯白鹿演共同演过的电视剧有哪些 徐凯和白鹿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他们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两人曾经在多部电视剧中合作 共同演绎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以下是他们共同出演的电视剧极其简要介绍 招摇 在招摇这部仙侠剧中 徐凯饰演了男主角丽晨兰 而白鹿则扮演了女主角鹿招摇 剧情围绕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江湖恩怨展开 徐凯和白鹿的出色演艺位观众呈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凤求黄 在凤求黄这部剧中 徐凯和白鹿并非主演 但他们的表现仍然备受关注 徐凯饰演了一个忠诚的侍卫 白鹿则扮演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宫女 两人在剧中有着复杂的人物关系 为剧情增色不少 潮歌 潮歌这部剧是以商朝末年未被警的古装剧 徐凯演的是杨俭江紫衙得力助手 堪称西齐第一大将 而白鹿演的是邓禅玉土杭孙的妻子 《烈火军校》 《烈火军校》是一部年代剧 讲述了民国时期一群热血青年投身军旅 共同书写了一段铁血传奇的故事 徐凯在剧中饰演了顾艳珍这个角色 而白鹿则饰演了谢湘 两人在剧中展现出了坚毅、勇敢、热血的精神风貌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徐凯和白鹿不仅仅是共同演电视剧方面 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互动 也展现出了深厚的友谊和默契 他们的合作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他们的作品也备受观众瞩目和喜爱 2.娱乐圈最美最爱笑的白鹿新出15张美照 不看后悔半年 在娱乐圈这片璀璨夺目的星空里 总有那么一些名字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瞬间点亮我们的心房 让我们为之沉醉、为之痴迷 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近的 便是这样一味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用真挚情感和卓越演技触动 无数观众心弦的女演员白鹿 她,本名白孟严 1994年的金秋时节 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平凡家庭中悄然降生 处女作的她 或许从生命起始的那一刻 就与追求极致 注重细节的性格结下了不解之缘 白鹿的演艺之路 如同一部精彩绝伦的励志大片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出入演艺圈,她便以那令人眼前一亮的演技 迅速成为观众心中的宝藏女孩 在这个光怪陆里的娱乐圈 白鹿像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她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将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入目三分 无论是坚韧不拔的女性形象 还是活泼灵动的青春少女 她都能精准把握角色的精髓 将人物的情感层次细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招摇中,白鹿饰演的鹿招摇 那骨子霸气侧漏 坚韧不拔的气场 简直让人过目难忘 她的眼神里,既有对权力的深切渴望 又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都仿佛在诉说着角色内心的波澜壮阔 而在一生一世里 她又摇身一变 成为温婉可人的时宜 那份柔情似水 细腻若微的情感表达 仿佛能穿透屏幕 直击观众最柔软的心底 白鹿的每一次演绎 都像是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 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让人沉醉其中 久久不愿醒来 除了演技炸裂 白鹿在时尚界的表现也是 让人眼前一亮 她仿佛是天生的时尚icon 无论是何种风格的服装 都能被她驾驭的游刃有余 穿上红衣 她是那个热情奔放 魅力四射的小太阳 仿佛能瞬间点燃整个舞台 换上简约的背心 她又是那个清新脱俗 邻家女孩般的存在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而当她穿上神秘的黑衣 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诱惑与魅力 更是让人难以抗拒 白鹿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在网络上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波 她的穿搭不仅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 更成为了无数粉丝争相模仿的典范 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白鹿穿搭的讨论热度始终居高不下 网友们纷纷留言 白鹿的穿搭真是太绝了 每一件都想get同款 每次看到白鹿的穿搭 都感觉自己又找到了新的穿搭灵感 白鹿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多的喜爱和关注 除了她的演技和时尚感之外 更因为她那多面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镜头前 她是那个笑容灿烂 充满正能量的女孩 总是能将自己的快乐传递给观众 而在私下里 她却又有着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和小烦恼 她会在微博上与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美食探店还是画画创作 都能看到她那颗热爱生活的心 白鹿的笑容总是那么具有感染力 当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时 那份纯真与快乐仿佛能瞬间治愈一切 而当她穿上鹿肩裙 眼神中流露出的淡淡忧伤 又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究她内心的故事 白鹿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女孩 她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能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想 随着《长月静宁》等作品的热播 白鹿的演绎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巅峰 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再次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网友们纷纷表示 白鹿的演技真是越来越棒了 每一个角色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白鹿的未来无可限量 期待她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白鹿以其精湛的演技 多变的造型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白鹿会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在演绎道路上的每一次绽放吧